好 其實我們必須要講 現在美中關係是什麼樣的狀態 是布林肯都已經要到中國去了 好 其實這個就是中國的氣球 被美軍給擊落之後 現在布林肯要回去 那有越來越多的訊息曝光 包括美國媒體講的 其實拜登一直說 他要跟習近平通電話 是真的 據說當時拜登是覺得 想要透過交談 然後來將中美關係降溫 但後來被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 給擋了下來 才沒打這通電話 所以這次布林肯去要幹什麼 布林肯直接告訴你 是要避免衝突 三個目標 一個就是開放渠道 固定建立渠道 還有的是什麼 推進美國利益跟價值觀 然後好好做好 雙邊合作 但是雙方是不是對這場會面 都沒有太多期待 先前在美國這邊已經傳出來說 期待不用太多 大陸這邊則講說 美國不要幻想 從實力地位出發 和我們打交道吧 講的其實回過頭來 又是那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美國媒體則直接講了 這個原因主要是什麼 是因為中方現在已經 不信任美國了 所以期望就會比較低 好 包括了 Wall Street Journal也直接說了 說布林肯這個情況 有可能面倒的都是 中方的甩鍋 會給他端上一大盤 推卸責任的菜 那問題真的能解決嗎 沒有人知道 見了才知道 但是在此之前有一些訊號 其實中方已經開始 對美方釋出了 包括我們昨天告訴您的 現在習近平建了蓋茲 那大家就必須講 Bill Gates他能夠見到習近平 這個是打破慣例的 這個動作當然是很耐人尋味 因為先前馬斯克去的時候見了誰 見了有三個部長有沒有 還有見了上海書記 還有見了他們副總理 Bill Gates這次規格更高 直接見到習近平本人 而且是一對一的方式來接待 那大家就要說 這是不是可以讓西方了解 更貼近的了解 到底中方現在的思考邏輯是什麼 過往中方其實在軍事這邊 已經有給美方非常明確的訊號了 就是李尚福在香格里拉對話的 最後一天講的那個演講 他引用的是 朋友來了有美酒 豺狼來了有獵槍 這句話又出現了 那美方真的有接收到中方 這樣的一個訊號嗎 而且現在美國其實 商人是最實際最務實的 這些大老闆一直來到北京這裡 不管中美關係如何 你會發現了 馬斯克的講法就是 美國跟中國的利益是 緊密相連的 就像兩個不可分離的雙胞胎 庫克則說了 說蘋果跟中國想有一種共生關係 然後習近平就直接告訴Bill Gates 他講什麼 他說我總認為 中美關係基礎在民間 我們始終寄望於美國人民 從頭到尾 沒有看到美國的行政黨局 那是不是代表跟民間 跟商業跟美國人民 好好的來做接洽 但是對於政府的態度是什麼 打個問號得看看布林肯去 雙方談的怎麼樣 也是剛剛講的商業這一邊 基本上怎麼樣都是跟美中關係 有的時候你可能可以覺得把它切開來看 因為現在看到了美光科技仍舊 上一回不是說嗎 說可能要對他調查或是相關的 也許有制裁這樣的一個情勢 但是他還是投資中國 宣布要投資5億歐元 擴大在西安的生產 如果是這樣的堅定不移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來看這一回的美中關係 回過頭來要請教政員委員 怎麼樣來看 現在才知道了 原來拜登是真的有要打這通電話 只是被擋了 中國的古典經營 孟子有講過毅力之變 毅還是力 習近平建比爾蓋茲 是屬於毅這方面不屬於力 為什麼 因為比爾蓋茲退出 企業界已經很久了 他是用基金會名義去 不是 對 他基金會是慈善基金會 他現在已經是美國 可能是全球最大的 慈善基金會的負責人 所以這是毅 而且在新冠肺炎的期間 他對大陸有所幫助 而且好幾次在中美問題上面 他的發表也都滿理性的 對大陸也是相當的友善 這種來人是講共同價值 講義 習近平建他 就不會有商業考量 不過今天習近平主席 建的是一個商人 那個商人搞不好就拿著 在大陸做生意 就打遍天下無敵手 這也不理想 至於Apple的庫克 或者是TESLA的馬斯克 兩個基本上都是生意人 獎勵 獎勵的時候 建建部長 大家討價還價 各取所需 互相發展 共同繁榮 那就沒有剛才講的 其他比較擔憂的考量 所以這個安排是對的 非常的理想 美光 我特別講的 美光花了錢買了 不是什麼新的投資 它只是一種示好的動作 他買的是我們台商 歷程在西安的工廠 這一家工廠本來就是 為美光而蓋的 幫美光半導體做封裝的 所以他只是因為 早期簽好契約 他叫歷程去蓋 然後他說你蓋的萬一 賠錢的話 我就用什麼給你買 如果要擴大你沒錢 我也用什麼給你投資 早就有這種購買契約在了 他現在可能因為剛好被 中國稍微小小的制裁了一下 他就拿這個來做誠意說 好 我大筆一灰 我真的拿錢高價買下來 讓歷程少小的賺一筆 而且還跟中國講說 我現在歷程的規模不夠大 我要把它擴大 多請4500個員工 你看夠有誠意了吧 所以外界才會猜測說 他到底是 你跟中國的官方講好了 對制裁就睜一次眼 逼一次眼 我現在已經跟你 承認我錯了 好不好 我做這個動作可以了吧 這是第一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說 不管如何我先表達誠意 那你制裁就不要再加重 被制裁我就算了 大概有兩種不同 不管如何 他總是在表達一種悔改之心 那個浪子回頭金不換 他的笑 至於拜登 真的想跟習近平通電話 這個消息被曝露出來的 證實就是 氣球事件就是你們搞的錯誤 不然你通什麼電話 打什麼電話 對不對 美國是盡量降低這一次 布林肯來的含意 就說我們沒有太高的期望 等等 美國媒體不要想太多 美國拉法先生不要寄望太多 你不希望你來幹嘛 你吃飽沒事幹 就是很大的期待 什麼叫管控衝突 就是以後我偵察機要的船 到大陸沿岸到大陸沿岸放來放去 不要再給我攔截 不要再給我出尾流 管控衝突 他講得很白嗎 可是問題是 你沒事幹 到大陸的門口來幹嘛 還在探頭探腦 不丟你一個石頭就不錯對不對 所以美國人想太多了 然後美媒當然很搞笑 他說中國也不太信任 這一直都存在的事情 還用講 至於有關於現在 談判應該正在進行的 談判得好 明天也許習近平就接見 如果談得不好 的話大概就是 我們順帶已經講了 One night stand in Beijing 來 順帶將軍怎麼樣來看 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看的都是 大國博弈裡面 很孜孜節節的衝突 我們從更高一層的來看 美國為什麼這麼急的 要跟大陸溝通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 他的國家戰略裡面大目標 第一個是先用消耗俄羅斯 現在也到了緊要關頭了 對不對 他下一個目標一定是消耗中國 對不對 但是美中的決戰 美國現在軍力也好 經濟作戰也好 都還沒有準備好 這個時候萬一 台灣問題出了問題了 中國跟美國產生衝突了 美國就要面臨兩面作戰的問題 就是說這邊歐洲要對付俄羅斯 你又把中國跟俄羅斯打成一片 中國又開始在這邊反撲 這個是美國不想用軍事問題來解決 那他們要管控現在的危機 所以突然一下又變軟了 就是說要布林可去談 中國大陸說你每次跟我談完以後 你都言而不信 背後插刀的刀越來越多 嘴巴又要講跟我和平相處 所以中國大陸把姿態擺得很高 而且安排比爾蓋茲來先見 這就是一耳光打過去了 所以美國也心裡很清楚 就這兩天就開始打預防針了 國務院講 這一次我們不能期望過高 第二個怎麼辦 找一個替代品 我們更重視莫迪到 全部都在訪問 他又拉一個幫手 就是說在外交戰上 布林肯沒有達到目標的話 我在莫迪印度裡面有所收穫 所以現在布林肯去 中國大陸也講 你黑子白子給我答應什麼事情 你不要每次講 都言而無信耍我的 所以李在福就講得很清楚 你是敵人來了我就用獵槍 所以這個東西 他的硬氣底氣已經擺在這邊 軍事要衝突你就衝突就來吧 我不會再像以前委屈求全 所以極端思維之下 有這些反應蘇州艦 跟這個驅逐你的偵察機 第二個 習近平把政策講得很清楚 我已經是爭取你美國人民 不是爭取你美國政府 你美國政府這些政客 都是講一套 說一套 玩一套 那我今天爭取美國人民 那有兩個 比爾蓋茲是慈善家 他來你誰也沒辦法 潑髒水扣紅帽子 馬斯克這些是做生意的 所以美國的商界也不希望你脫鉤 對不對 賺錢在這邊 所以這邊都是綜橫排荷 就是在做大國外交的 那真正的美中的決戰 現在時機不到 那現在問題 美國一天到晚渲染 台灣多危險多危險 活躍庫 台灣就是那個活躍庫的隱形 你自己不要把它點著了 是 對不對 美國是在玩這個東西的 他現在不希望馬上發生衝突 所以要點什麼護欄 這一次如果布林肯能拿到熱線通話 就已經算是了不起的 成就了 多得我不敢預期 是 來 怎麼看 阿姨老師 我看到布林肯訪問大陸 我就覺得說 美中的關係這麼緊張 他們還是繼續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就是希望還是化解一些 不管你說它是一個 就是等於是好像 只是為訪問而訪問 可能沒有實質的答案 同樣 過去兩岸談判的時候 曾經也是 就是 談不一定能夠談出結果 但是願意坐下來談總是好的 所以我還是回到剛才前面講的 包括海峽論壇也是一樣 你不一定要祈求 有什麼樣具體的太大的成果 但是互動總是還是比沒有互動要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有常常我最近這一兩年來 注意到美國跟大陸的對話 你看大陸也是跟美國 也常常講到求同存異 把兩岸關係的這些話語 都用到美國去了 寄望於民間 寄望於老百姓 都是對官員沒什麼信心了 我覺得這一點就表示是說 大陸可能要跟美國 真的會在民間下更多的功夫 但至少我們不管別的 就跟台灣一樣 可能政府可能產生了一些 我們講說反中的情緒 仇中的情緒 過去也有一些商人 可能他覺得受到了一些損失 所以也站在政府這一邊 可是到最後痛定失痛之後 可能還是覺得要跟大陸接觸 民間的這股力量還是存在的 所以我們看到比爾蓋茲去 我想他習近平把他稱為 是一個老朋友 可能他們是在 這個世界經濟論壇上面 可能有碰過 所以他也感覺上 這個比爾蓋茲 這個確實是一個 美國代表一個民間的力量 是可以有更多的來往 而且他魄力 他還特別講到說 這個是他今年第一個接見的外賓 就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這一點來講 就是很不容易了 美國如果政府看到這個 我覺得也會做一些重新的考量 至少我研究美國政治 我認為說拜登現在願意 要很積極 要想跟大陸多接觸 是因為他國內搞定了 就是他的預算 就是舉債上千的問題解決了 過去因為氣球的事件耽誤了 一連串的時間 現在舉債上千也解決了 美國還是有衝突 但至少他國內 我覺得他是有信心 包括他的一些 國內參議員選舉的安排 大概都還不錯 所以他可以敢跟大陸 有更多的接觸 我覺得拜登 還是代表老的建制派 就是說如果今天 你一路玩這種戰爭邊緣 搞衝突 其實美國真正的建制派 並不是這麼想的 那個是Neil Kong 這個星鮑俗主義在搞的一個遊戲 所以我覺得建制派到最後 也是希望透過像Bail Gates 像Elon Musk 他們去多接觸是好的